父亲一词用在他身上 简直就是侮辱 白天他是人人敬仰的牧师 以神的名义洗涤别人的灵魂 晚上却挥舞着皮鞭 将自己的妻子抽得满身血痕 妻子忍气吞声 被抽完还要卑微地祈求她的原谅 但这已经满足不了男人的欲望 她的魔爪竟然伸向了自己的女儿 妻子知道她丧心病狂 还是小心地提醒她 那是你的亲生女儿 可惜换来的只有无情的鞭打 女儿躲在门口目睹了一切 第二天小美第一次来了月室 她明白不能让父亲知道自己长大了 慌张地想要洗掉血污 但母亲看到了这一幕 她忍着心急的恐慌 安慰女儿 这是正常的心理现象 最后的日子里 父亲总会站在窗前静静看着小美 甚至让小美帮她洗澡 母亲终于忍不住骂了她一句 话音刚落 巴掌声就响起 一顿无情地抽打过后 妻子被带上了马车 为了惩罚女人的多嘴 男人向她拉到铁匠铺 用金铁打造了一副铁口罩 除了吃饭喝水 永远不会打开 然而更过分地还在后面 她将妻子带到教堂 当着众人的面肆意嘲讽 小美看着默默忍受的母亲 忍不住说 母亲终于承受不住 起身离开 男人还在台上侃侃而谈 妻子突然从天而降 用一根麻绳 完成了对生命的抗争 男人非但没有一丝悲伤 竟然用罪恶毒的语言 诅咒着妻子 小美震惊地泪流满面 却说不出一句话 深深的绝望 让她萌生了逃离的想法 可她又怎么逃得掉呢 母亲吊死在众母会归之下 父亲却在对着母亲的尸体诅咒 小美下的话都说不出来 这天 两个重伤的牛仔路过 小美怕被父亲发现 将他们拖进猪圈里救治 大壮对女孩心存感激 但另一个牛仔 却在垂涎小美的美色 每次小美来送饭 牛仔都会调戏她 趁着牛仔上厕所的功夫 大壮让小美帮自己找根绳子 随后大壮拿着绳 靠在牛仔的脖子上 最后在小美的目光中 牛仔一命呜呼 大壮想通过这件事情 让小美学会反抗 清晨 父亲领着小美走进教堂 说要根据神的旨意 去小美围棋 小美听完转身又跑 却被一把抱住 拿过母亲专用的铁口罩 又套在了小美嘴上 就在小美陷入绝望之时 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 大壮走了进来 拿枪对准男人的头 从他身上搜出铁口罩钥匙 扔给了小美 但配角往往死于话多 男人强行扭转枪口 让大壮领了盒饭 小美被父亲在泥地里脱行 像对母亲一样无情地鞭挞 看着他背上的血痕 父亲十分满意自己的杰作 一夜过后 趁父亲还在熟睡 小美光着脚偷偷逃离 奔向未知的远方 不知跑了多久 他筋疲力尽地摔倒在地 再睁眼 眼前是三个陌生的面孔 可惜救他的也不是什么好人 他们将小美熟悉打扮一番 高价卖给了一家酒吧 几年的时光匆匆而过 命运的漩涡 再次吸引了这个可怜的女孩 酒吧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 正是小美几年未见的父亲 小美吓得浑身发抖 戴上黑丝面罩 企图蒙混过关 但父亲还是凭借他背后的小智 一眼认出了他 父亲抽出皮带 狠狠抽打自己的女儿 小美害怕到无法反抗 只能痛苦地哀嚎呼救 她的哑巴朋友纹身赶来 男人想要攻击他 却被哑巴一刀划伤了脸 男人奇迹败坏 扭转匕首捅进了哑巴的心脏 朋友的死亡让小美惊醒 她一把推倒父亲 拔出哑巴身上的匕首 杀人就要偿命 小美伪造现场跟哑巴互换一物 然后一把火烧光罪恶的过往 她要借用哑巴的身份活下去 那就必须割掉舌头 朋友下不去手 她就自己来 五年后 她嫁给一个官夫 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本以为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 水之教会上新神父的声音 犹如恶魔在地狱 小美难以置信地转过头 正是她阴魂不散的父亲 脸上的疤痕犹在 显然那完的火没能烧死她 小美不敢拿现在的平静生活冒险 她决定先下手危险 小美独自来到父亲的住处 拿着匕首准备刺杀 没想到床上只剩一只玩偶 她意识到情况不对 但回到家里 父亲已经没了呼吸 房子也被一把火烧了 她带着孩子们一路逃 丈夫留下的儿子在追击中 被恶魔般的父亲杀死 小美冲进父亲散住的小屋 把煤油灯摔在父亲身上 随后举起猎枪 抠土扳机 杀人终究是要偿命的 小美锁上体炼带上小船 她要被沉堂了 她回头看了看可爱的女儿 脸上挂着一抹欣慰的笑 至少女儿不会再遭到非人的虐待 小美仿佛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死亡对她来说是最好的解脱 小美仿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